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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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知道一下 在开黑的时候 小凯你是知道他当时是在直播的吗 还是你是私底下在打 不知道他 就你的声音都 其实当时就是郭老师找我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可能会直播了 所以当时其实很紧张因为考虑到直播 所以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走位操作都特别特别紧张 对 所以杰伦云也关注了那场直播 我觉得这种知道在直播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压力会特别大 对 所以呢今天就两位是要兑现了吗 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有一些事情还是谜团 到底怎么样来分配每一个位置 对不对 对 我刚刚听到小凯要中路嘛 对不对 对 是的 是的 当然我就 我就不中路了 对 因为我也不会中路 对 是 其实杰伦在之前我是跟他有打过 因为他这个整个打野走位 其实你也很琢磨不定 有可能随时两位会发生激烈火花的碰撞 我们也特别的期待 那其实呢因为是今天跟大家一起玩 一起来进行这一场 周游峡谷Carry全场的战斗 那我们要请出超越战队和无畏战队的 各位队员登场 我们大家一起群聊一下好吗 杰伦 好啊 来 好啊 好 来 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欢迎 两支战队的队员一起登场 周杰伦领衔超越战队的队员有 姿态 若峰 微笑和小散 小凯领衔无畏战队的队员有 Let me 香锅 还有 ZZM和 ZZR 有请 是 我们的八位队员将会一起登场 哇 都是在英雄联盟的世界当中 太有标志性的人物了 接下来我们请每位队员 大家都和屏幕前的召唤师打声招呼 来 小黄 大家好 我是杰伦小散 第一次和杰伦哥一起打表演赛吧 有点兴奋 希望大家打得开心 你是兴奋啊 这边是紧张和沉重 你赶紧帮大家舒缓一下情绪 旁边来我们一起有请微笑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微笑 然后很开心能够来到九周年 然后今天也是第二次和杰伦哥组队了 然后很开心 第二次他们也是有自己之前 共同配合过的经历 有看过 你有看过 对 每年杰伦哥比赛都有看过 对 这真的很关注偶像的一举一动 那在这边呢 其实是跟杰伦站到对立面去过 我们之前跟杰伦打过一场 对 若峰 对不对 在五周年 四周年的时候 是跟杰伦哥 咱俩一队打杰伦 对不对 输得很惨 来 我们请若峰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若峰 然后很高兴来到九周年 和各位老朋友们 然后还有小凯 还有杰伦哥同台竞技 然后跟小凯认识很久了其实 然后今天一起打 其实对线 我觉得开心就好 我们这个友谊第一 对 下手会很重吗 这个说句实话 我压力也很大 是吧 好 对 因为小凯游戏打得非常好 对 我知道的 对 那旁边呢 就是在上路 其实是真的是 像一座山一样存在的姿态 来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姿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姿态 然后今天呢 也很高兴能够来到九周年的现场 来打这个表演赛 对 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的同时呢 也一起来看看小凯这边 五位战队的各位队员 跟大家打招呼 来 这边 大家好 我是贼家 今年是第一次上这个周年庆的舞台 有点紧张 对 你觉得小凯 你们的队场他怎么样 很帅 玩得也很好 我看过他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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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怎么样很帅 对的 打得很帅也对 好的 来 接下来我们请志明 大家好 我是赵志明 平时来这个明星赛 没赢过 希望今年的话 能打破一下自己 然后赢一场吧 魔咒是吗 对 之前打明星赛 没赢过的赵志明 分到这样一位队友 小凯怎么样感觉 挺好的 想不想换人 也可以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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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来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 有你磨合得那么好的 麻辣香锅在这里 香锅 跟大家打招呼 想你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麻辣香锅 然后很高兴呢 就这次第一次参加 这个九周年明星表演赛嘛 对 然后又是跟小凯做队友 然后对面也是杰伦哥 然后真的是特别期待 对 你的直播 成功地引起了周杰伦的关注 看到过你们的开黑 厉害了 Let me 来 跟大家打招呼 哈啰 大家好 我是Let me 然后很高兴能来九周年的现场 来打队长表演赛吧 也很荣幸能够跟小凯 还有杰伦哥一起打游戏 一起开黑 然后好久没回赛场的感觉 这次回来感觉很好 对 其实大家都 特别充满这种热情的高涨 在迎接着即将到来的 这一场对决 一般来说呢 我们要玩这样的比赛啊 都会有一个赛前放狠话的环节 你也知道吗 电竞的传统 要不这样小凯先来放狠话 对 好吧 这边杰伦哥一直关注着我们啊 突然杰伦哥放出来还挺紧张 不敢讲 对 小凯放狠话 那我就先放一点 几种话 好 虽然杰伦哥是我的偶像 我很喜欢他 但是电子竞技嘛 就是没有偶像 所以杰伦哥可能要小心一点 哎呦 你看说的时候是 带着微笑看着你 这种是充满爱意的狠话 这个我们愿意听 接下来杰伦哥到你了 回一个什么狠话 我会要说的 好 我们就不说狠话 我们就是让这个小凯来选一个英雄 让我打 哎呦你这不是狠话 选一个英雄让我打 选一个英雄让我打 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所以想看一下杰伦哥玩地表最强的剑胜是什么样子 哇太懂了地表最强的战队 好哦 哎呦很了解你啊 其实杰伦哥英雄池很深的来的 对对对 打野用过很多不同英雄 希望你要用剑胜 杰伦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满足你 哎呦 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真的说 哎呦还真的巧了 你如果在这一刻Q到杰伦哥要用剑胜 你知道每年周年期都有限定皮肤吗 九周年限定皮肤就是灵能特工的剑胜皮肤 超帅的真的 所以说这是特别应景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 我问一下 哎你说你说 哎 那等等就有新的皮肤了吗 对现在没有 打比赛的时候没有 但不久将来大家就有了 比赛的时候没有 对对 那那没关系 那我可能就 对还是用一样的皮肤 好OK 哎呦 刚才杰伦这整个EQ啊 我在想到 如果我要说有的话 怪一没来 是不是很尴尬 但是很快就会有 很快就有 哎那其实呢 好的 我们一会儿比赛完了以后 邀请两位队长呢 也是为大家放送一波福利 抽出九周年嘛 我们抽九位 各抽九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获得零能特工的大礼包 里面就包含零能特工的五款皮肤 同时呢还有EZ的制真皮肤 真的很不错 对不对 那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 到底两支队伍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龙争虎斗 让我们一起迎接周杰伦 王俊凯的峡谷之声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比赛对阵席了 小凯还在觉得 没有观众有点可惜 其实好多观众都在屏幕那一头看着呢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杰伦和小凯的这场比拼 对小凯感觉已经有点期待了 来 然后上路的话是姿态 打野是杰伦哥 那五位战队这边 我们看到小凯已经坐在了中单的位置 然后据我所知 他们下路应该是赵志明搭档ZZR 这两个也不知道今天会掏出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英雄组合 这个我觉得猫猫在赛前还说过一嘴 我感觉下路这把要炸的 你觉得要炸的 我觉得要炸 感觉可能会出问题 但是他们的上中野相对来讲 对吧 都是这个属于自己擅长的位置 上路是Let me 打野是巴达香锅 然后中路是小凯 香锅今天也是野区直面杰伦哥 感觉这也是那种小三插机 小三插机 对吧 我觉得今天其实小凯这边 上中野还是有些压力的 你的意思就是一边是靠上中野 就下路可能会出事 所以需要在上中野尽可能建立优势 兄弟们得站出来 那反过来讲就是另一边 散黄和微笑这边 要尽可能发挥自己本身就是打下路的这个优势 今天除了这些我们很期待的明星嘉宾之外 另一点我很期待就是上路的对线 不知道Rita怎么看 上路的对线的话 我个人觉得姿态 变异反正是一定要找回场子 今天有可能真的就是为了咱们的这个明星表演下的一个胜利 是吧 而且另一点我觉得作为前队友 香锅会不会格外照顾姿态 有可能 有可能吧 上路一直给反馈 但我觉得这把做中路了呀 做中路了嘛 对吧 这个也有道理 中路我觉得一定要建立优势 就是只抓中上 下路放养 怎么样 让赵志明和ZZR这边悬点 下路快乐一点 什么女警拉克斯女警莫干纳 就合理吗 就不管了 然后香锅就是上路抓完抓中路 中路抓完抓上路 就帮中上建立优势 那这样感觉杰伦哥压力挺大的 而且杰伦哥这边 确实赛前这个放含号环节 是放成了让对方选英雄 导致这个战术意图现在已经暴露了 对 虽然不排除有大招的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 以杰伦哥这个说到做到的性格 这首剑胜应该还是要选的 那肯定是要选 那选了剑胜 其实这个英雄我们都知道 前面的干手的比较差 就可能需要说若峰啊 这边上路或者中路 就多帮一下杰伦哥前面 杰伦哥这个剑胜还是 我一想有挺多画面的 有细节的好吧 包括 刚才也有那个精彩镜头啊 在我们的很多玩家的新闻回忆 也是能够记记他之前的一首剑胜 是 包括王俊凯之前跟香锅双排的时候 我后面也看了几季 一首勒芙兰 神出鬼没 很秀 而且对于我们这方面的电竞文化非常了解 嗯 知道很多梗 对 刚才也说了嘛 去年其实八周年的时候 也是来到现场观赛 只是那会儿作为一个官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观众拍到他 然后发到网上 就说这个王俊凯来现场观赛等等 是 今年没想到 从观众席直接做上了选手席 也是因为热爱吧 我觉得 对吧 毛鲤满天下 好游戏 对吧 比赛就开始了 而且我们这场的比赛 采用的是互相的盲选模式 而且刚才是他们说下路可能会选一样的英雄 对吧 但目前来看 确定了 有人放烟雾弹吗 有人放烟雾弹了 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 没有说到做到 选了个ED 而且刚才很有趣的时候不是在说嘛 超越队这边下路会选 让小散来打AD 但是他们用这种女警加赛那就变相性的双AD 变相性的双AD 有点厉害 另外一边可能要用泽拉斯 而现在 磁牌的炼金 小凯看样子是要玩手刀位吗 刀位加上香锅的这个莫甘娜打野 卡牌跟剑胜我们是有猜到的 卡牌 等一下 你还没有确定 这我们前一段时间卡牌登场很多啊在比赛中 我们只是说谁到底是LPL的最后一张牌还不知道 但是第一张牌出来了 第一张牌出来了 第一张牌肯定是弱风啊 因为刚才想了一下两边的打法其实和我们现在整个比赛的节奏有点像 一边呢可能是打这种比如说节奏型打野 另外一边是用野河 你想想看 最近LPL的比赛也经常会走到这样一个局势的对抗里面 因为确实这边不是这个古董级的玩家 就是刚刚退役的这种玩家 然后再加上就是最关注电竞的明星 对的 这古玩放烟雾蛋了 说好的大家都有女警 然后那边拿了个康特的镜 赵志明跟ZZA两个人就感觉这两个人还搞事的 搞事的 是吧 这两个人是我觉得比较有娱乐精神的 而且刚才我们看评论期的分析也觉得很有意思 这基本上香锅就围绕着上中走了 我们下路对吧 也不要考虑太多 我们拿一个自己对线打得舒服的就好了 两个打野面对两个射手选出两只射手的情况下 哈哈哈 他们应该都很明白 是的 队长还是比较期待 本人这里小凯跟那个香锅的一个中野配合 感觉应该练一段时间 哎可能他们是这个老双排队友 肯定是练过的 我之前也是看过他们这个排位上的一个实播的一个小机警啊 王军凯完了一盘乐富兰的那个机警的大龙窝的那一波秒人的操作的一个很秀的一波操作 我也看了 是的感慨了一波年轻真好 哎 怎么怎么回事 而另外一边其实杰伦那边 哎我们两个人都和这个杰伦做过队友 哎做过做过 对吧 那时候我用了个扇子妈 对 你是在表演赛 怎么还是扇子妈呢 我怎么觉得扇子妈别的局面 大家很开心的交流了起来 小凯这把确实表现没有想到啊 玩上了 很厉害很厉害 这把杀上了 杀了14个 对的 两边的十位我们的张远师都是享受的这场表演赛 是 现在这时候和队友开心的交流一下 小凯这把保得也很很不错 保得很到位 对 胜利的一方感觉 还是挺开心的 还是挺开心的 有说有笑 享受着灯光 好吧 这胜利一方要不要握个手的呀 现在不是不握手了吗 不握手了吗 不握手了 这怎么握手了 致敬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蓝米香波同时掏出手机 给姿态发的微信 解说说有人表演有人赛 其实过程当中我感觉打的还是真的是大家挺用心的 旁边一直听到各种大声的欢呼 并且啊 我们让杰伦哥在那边做下准备 我们也可以让他来看得到我们 杰伦哥 还到对面去反红 你说多厉害 对不对 然后也做到了凯瑞全场 凯瑞真的凯瑞了 我主要第一次体验那种四宝一的刀妹 对 四宝一的刀妹 那我们就这样好不好 先让杰伦哥这边来说一说 这场比赛比赛下来你的感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有趣又紧张你知道 就觉得哎 齐哥 怎么小凯怎么那么厉害 我觉得 而且 我感觉好像一直在躲他的感觉 这个 这个 好像有一个 我好像蛮常在躲他的 没有啊 这个发育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个刚好运气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后面真的就是 这个小凯开始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他在上路自己 自己好好的 比较孤单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攻了 他没有团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就蛮大了 有他在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到底要不要上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感觉 平常我都是第一个就冲了嘛 对 和这群队友配合下来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而且 这个 知道自己 该做什么 平常都是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都很少在语音的 以前都戴个口罩 然后自己打自己的 对你一上来戴口罩 大家觉得你都已经出了一件肉装了 这个是 出了第七件装备 这个 厉害 我这次算是有跟队友沟通 好不好 有麦克风的 对 跟队友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我觉得也学到蛮多的 然后呢 我发现我还要再多点练习 下一次再下战帖 跟小凯PK一下 哎呀 杰伦要给你下战帖了 你听过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太开心了 真的很激动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看到杰伦哥就是 就那种脑海中 杰伦哥我们是你的粉丝 就来了 对 对 但其实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除了一开始的时候 危险的边缘 你试探了一下 就是顶着塔 就是虽然第一个人头 被杰伦哥拿走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打出了技术 打出了情商 真的厉害 没有 其实我们那一波 其实就是真的上头了 真的上头 而且没想到杰伦哥 那个Q躲了一个技能 对 那就反映出杰伦哥的操作 对 果然也是联网老司机了 真的是整个 我们发现 杰伦哥在队伍当中 应该说 他还是整个因为是打野 还是带节奏的 就我比较心疼的是这边 其实像跟你对线的若峰 真的是被你逼疯 人家是中路杀神 因为主要是英雄也 counter 对 而且 我跟郭老师一直都四百位 所以其实我的安全感太高了 对 这也是同样有安全感的 若峰怎么样 跟小凯 对这个线 你要评价一下他吗 我小凯 我知道他玩游戏一直都很强的 因为我跟小凯玩过几个游戏 对 所以我一直都是 就是做好最认真的准备来的 但是确实打得好 他对于兵线的理解 或者说是 对于这个干客实际的理解 都掌握得非常好 对 杰伦哥今天也打得很好 然后给了几波关键的支援 是的 关键的支援都在 然后呢 上路其实包括中路和上路 像姿态 其实也是被你们也针对 死出了各种姿态 其实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看你快超鬼了 我感觉我好像像对面的 真的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发现整个在玩的过程当中 你等于是帮助赵志明也改命了 他从来没赢过 但加入到你的战队赢了 这个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无论是在顶塔强开莫吉托 然后月塔三沙 电竞凯 这个文案好 其实所以今天自己 小凯也是有收获的 对不对 对 今天感觉 第一次在舞台上打游戏 跟平常自己玩游戏 还不一样 感觉跟队友一块去打游戏 特别的激情 特别的有那种凝聚的力量 就是大家一块交流 要怎么去做事 怎么去做事业 怎么去战术什么讨论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对对对 杰伦哥 你看到他们对面的这支战队 你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触吗 聊过自己队友是给你安全感的话 对面的各位 什么感触是不是 什么感触就是再来一场吧 就还是希望能够再来一场 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时间的关系 一定有机会 但是一定有机会 对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 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 每一位也都为我们的这一次的 整个的这个比赛 大家留下一些你们的心情和感受 好不好 Let me 我们把话筒传一下 太好了 下一次记得 这个 下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我来跟你配合一下 试试看 对 小凯已经从你身边抢人了 他的意思是 没有关系 把郭老师抢走 我觉得我们三个配合也蛮好的 对 今后你们可以做队友 对不对 好 大家一起玩 大家一起玩 来被改命的赵志明 就感觉和郭老师和小凯 就他们这个中野很舒服 我们下路战术安排 就是我们两个下路打钱 不要送 他们中野一定能打优势 对对对 而且CZR CZM整个一块 感觉还很有CP感 但是一上来是被针对的 对不对 对我们下路选了一个 比较弱势的组合 也打不太过 对 但是到最后是躺赢了 多开心 对很开心今天躺赢了 对对对 CZR 我们制定的战术是不要送 但是我好像送了一点 送了一点 对我们 我今天打的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的队友非常的猛 对对对 特别是中野 我感觉躺赢的感觉真好 对 所以你觉得王俊凯怎么样 要说很帅了对不对 他真的很厉害 我看过他的直播打的时候 对对对 肖凯 其实就是一种氛围 我觉得打游戏氛围好 而且今天打的很开心 对 赢了当然开心 对对对 当然跟就是也是跟 对面的几位也学习了技术 也跟我们队友也是教了我很多东西 感觉今天来这一趟还是很值得很开心的 是的你上来等于放了个烟雾弹 什么紧张沉重我都没看出来 到最后来了个超神 没有没有真的上台手抖 对 还好队友给我反馈 OK到位了 来散黄呢 散黄 受点击 没有发表好没有照顾好杰伦哥 下次有机会的话 会把他养的白白胖胖一点 还要养 你这话说的 这个 杰伦哥 杰伦哥 下次有机会再和他们一起玩 好不好 下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要履行刚才的承诺 说杰伦哥 江会和小凯 一起为大家来放松一波很特别的福利 那就是灵能特工的大礼包 在此之前我们先感谢一下场上的各位 队员 队友 希望下次继续开黑一起玩 谢谢大家 谢谢 可以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要放松的就是灵能特工的大礼包 整个灵能系列的五款皮肤 加上我们马上为大家带出的就是制真的EZ 有这样的一个大礼包 到底哪些朋友能够获得呢 就支持两边战队的各九名幸运儿 可以在待会大屏幕开始滚动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杰伦这边 大屏幕可以准备滚动了 九周年的幸运一刻 你的身边 那其实刚才杰伦哥说 接下来还是希望能够下战铁 下战书能够有机会 跟小凯能够在一起玩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因为我们接下来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机会 我觉得在这一刻 霞虎传来好消息 马上我们将会请出一位嘉宾 来告诉大家 因为在今天的这一时刻 我们将会迎接 霞虎当中 越来越多精彩的周杰伦 与王俊凯的龙争互动 让我们欢迎 腾讯互动娱乐 合作市场部总经理 腾进体育董事 朱真荣先生上台 欢迎 周杰伦 你好 朱真老师好 小凯好 杰伦好 对 因为你上台 我们进入了标本页面 然后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杰伦都看得到 那我们刚才整个的这一场的比赛 你看看了你的感受怎么样 哇 我觉得那个杰伦小凯打得太好了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操作 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真的是非常明星的这个超级召唤师 是 刚才啊我在各位老板的房间里面 我也去待了一会儿 然后就旁边一直传来 哇 天呐 就全部都是这种惊呼 真的是发现 其实啊虽然是表演赛 其实大家也都是赛出了很多的专业的技术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边 郑总总刚才我说的这个好消息 你得接一个话查 到底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好消息来公布 是什么样的好消息 您来说 对 我觉得今天我来主要是要宣布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那大家都知道英雄联盟 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年了 那也得到了无数召唤师的喜爱 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感谢每位召唤师 对我们多年的陪伴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下一个十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也有更多的内容能够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是有幸邀请到了杰伦小凯 两位明星召唤师 不仅仅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比赛 那我觉得有更重磅的东西想要和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杰伦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非常的优秀 也和我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 小凯的话大家刚才看到他的表现 我觉得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出色 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英雄联盟的玩家 他们两个人之间和英雄联盟之间 都有着非常多的火花和故事 那在今天我也是正式宣布 周杰伦与王俊凯将受邀担任 英雄联盟中国区的品牌代言人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重磅的 也是对各位玩家来说特别期待的一个好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当中已经出现了我们 英雄联盟中国区的两位双代言 我们的两位的代言人 对未来他们两位的话将会在英雄联盟 以及英雄联盟这些新的产品 英雄联盟整个IP泛娱乐这些领域 都有着更多的合作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更有趣的内容 请我们一起期待吧 是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在期待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郑荣总说的这番话以后 我也有些感触 其实杰伦真的是太具有代表性的贴着英雄联盟标签的偶像 其实对他来说的话 2015年第一次来参加到我们的周年庆 然后打明星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杰伦不仅仅是来打比赛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音乐作品 当时唱的英雄点燃了全场 组建了英雄联盟的战队 并且今天其实说在18年到现在又是时隔两年 我们又和杰伦大家相聚在了一起 又进入了英雄联盟的召唤师的峡谷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受邀担任了我们接下来和小凯共同 将会双代言英雄联盟杰伦的感受怎么样 非常开心 超开心的 我觉得跟小凯 其实在音乐上面 然后常常在颁奖典礼上面 我觉得没想到这次在英雄联盟还要一起打 那我觉得这个 没想到打的真的是出乎意料打得这么好 那我觉得可以跟他一起代言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之后呢 小凯可以尝试创作英雄联盟的主题曲 又抛出来了一个新的邀请 就来自于杰伦哥说 啥时候在英雄联盟的音乐的部分 这真的又做到了新产品跨领域 其实小凯 杰伦哥说了 你呢 其实说英雄联盟来说的话 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英雄联盟的玩家 一直也在关注这款游戏 而且真的和小凯 我们在休息室里面聊到 聊英雄也好 聊战队 聊战队当中的那些明星 战队明星 就是聊英雄联盟的一些梗 真的小凯全都知道 他对英雄联盟太了解了 太符合英雄联盟 中国去代言人这样的一个成为 听过杰伦哥的话 感谢了我们的真正总的邀请以后 留下你的感触 首先就是也非常开心 能够跟杰伦哥一起 又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域 然后合作 所以整个心情是非常激动开心的 然后 因为我其实玩英雄联盟也很久了 所以 我觉得英雄联盟带给我的 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的快乐 它还有很多很棒的体验 就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去看 英雄联盟的比赛 或者一块去打游戏 都是一种乐趣 然后 包括英雄联盟 它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在游戏方面 它其实在电竞上 也传递了一种体育精神 我觉得 其实为这个世界 也做了很多工艺 带来很多温暖 所以今天 我也是觉得 英雄联盟 喜欢上英雄联盟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后 值得热爱的一件事情 对 英雄联盟真的是值得 我们更多人去热爱的 真的 就小凯这个点题 点得实在是太好了 就是因为联盟 对大家 我们的因为热爱 所以联盟嘛 有这样的一份心情 大家希望能够和好朋友 和各位英雄 站在一起 这是我们大家 内心的一种诉求 那我们在这一刻呢 也是期待 郑雄总在未来 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 对不对 对 也希望说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 真的很感谢杰伦 感谢小凯 还有我们所有的召唤师们 大家一起热爱这个游戏 因为热爱 所以联盟 所以我们站在一起 是 那今天站在一起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邀请杰伦哥和小凯呢 为大家圆一圆心愿 杰伦说送 我们必须说送 对必须要送 还记得多听杰伦的歌 对 感谢对英雄联盟的一切的付出 我们再次感谢杰伦 拜拜 小凯 谢谢 拜拜 谢谢杰伦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由小凯 来完成各位玩家的心愿了 我们来看第三个好吗 来 下一个心愿 是来自树瑞马的 是李LZQ 希望呢 LPL今年还能夺一次冠 因为过去的两年 都是咱们LPL的队伍夺冠 来希望考研能够上岸 也想要至真KDA的阿卡丽 太喜欢阿卡丽了 我觉得阿卡丽这个英雄 我也很喜欢 而且今天也正好是KDA女团 她不是新歌发布吗 对对对 你都关注到了 真的厉害 对很好听 其实至真KDA这个皮肤 我也很喜欢 送的这个玩家 也是希望她能够 也期待KDA能有更多的作品 哇这真的是 又送出了良好的祝愿 像杰伦一样 杰伦是祝玩家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这边也是希望跨领域 像KDA女团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新的作品 哇小凯对英雄联盟 太了解了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心愿 这是残血之地 英老麻衣 这位朋友 十二年的勉强老玩家 许愿真实伤害艾克 真的很喜欢这个 这个可以回到过去的英雄 还有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想到杰伦的歌了 对 那怎么样 这个心愿 说到这首歌曲 那就 我觉得一定 不能只是送她一个 真实伤害的一个皮肤 让她想多回点过去 就送她一套 就把艾克的皮肤都给她送过去 也进入状况了 大家来看 品牌代言人王俊凯提出 不能只送一个 要送送一套 真正总 小凯说的必须实现 必须实现 全套的艾克皮肤 送给到这位英导蚂蚁的朋友 恭喜你 是王俊凯帮你提升加码了你的心愿 太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陪着真正总 把最后的一个心愿 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第五个心愿来在欧尼亚 DOT FREEDALOT 好 反正她的心愿很简单 一句话 希望今年S10总决赛现场 能看见LPL 今年的话 大家都知道S10是在上海举办 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到时候 如果疫情允许的话 如果我们现场有观众的话 一定能满足这位玩家的心愿 给他入场券吗 必须给他 他其实媒体 他只是希望能够看到LPL的队伍 你自己加码了是吗 对 可以在现场来观看 对对对 但如果万一今年是空场比赛的话 是 明年的S11还在中国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票给他保留 一直留到明年 这份承诺明年依然有效 对 依然有效 如果没有人能够今年成行的话 对 那我们太要恭喜这位朋友了 我们也把这个美好的愿望 送给到每一支 LPL登上我们的真诚的 向全球总决赛出发的各支队伍 对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小凯一起来关注 即将到来的未来还有两天的比赛 我们都可以一起关注到 再次感谢王俊凯 谢谢 恭喜小凯 谢谢小凯 成为英雄联盟的中国区品牌代言人 谢谢 谢谢小凯 经常 小凯从这边走 对 谢谢 我们将会